變化是人生的崗位 擦亮鏡子 看清自己 品味人生 閱讀能讓你充實 只是能幫你謀生 只有智慧能圓滿你的人生 週末練金術 歡迎回到週末練金術 我是金木聰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這本好書 是八期文化出版的 叫做地下紐約 英文名字叫Floating City 就是一個會飄浮的浮動的城市 它的副標是一個社會學家的 性毒品底層生活觀察劑 各位不要被這個標題嚇到 其實這個是非常有趣的一個真實 苗園紐約地下經濟的一個社會學者的觀察角度 我們請到的是八期文化的主編 林佳任先生 今天跟我們一起來聊一聊這本書 林兄您好 金生生好 各位聽眾朋友好 是 佳任兄 這本書我是覺得非常有趣 因為這個作者 他當年就是在那個 我們這節目中也討論過 《蘋果橘子經濟學》裡面 裡面就那個Steven Lovett寫的 這本很有趣的書裡面 有一個章節 就是專門在談黑社會老大的 他在裡面大概的主軸就是 因為他在這個芝加哥的國寨裡生活了八年 當時他就是這個 要去了解這個社會底層的生活 做一個社會學者 他就形容了這個黑社會老大 基本上這工作是風險很高的 然後金字塔也很窄 然後這個街頭賣這個快客 就crack這個毒品的工資 基本工資才三塊多一小時 後來他就現在從這個芝加哥大學 就跑到了紐約哥倫比亞大學 教書 對 那您在主編這本書的時候 看這本書的時候 您給他當初定位是怎麼樣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 當初為什麼會選這本書 在台灣出版 是因為他本身這個故事的結構 有點完全跳脫我們對一個學者 在做研究的時候 會做的那種慣常的做法 他是實際走入到 他想調查的那些人當中 那當時他整個傳達的形象 對我來說是帶有某種震撼性的 因為他調查的對象 並不是一般人常常會接觸到 甚至是我們想接觸也不見得有管道 是 新工作者 毒販 幫派分子 那聽起來就是一個非常 黑社會電影 或者是好萊塢電影那種 非常形象鮮明的人物 但他們也都是非常真實的凡人 那我覺得這個學者 願意讓自己進到那個層次去 去觀察他們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主題 是 其實他也非常自豪自己這一點 但是他是受到社會 你想看他在芝加哥大學 這是社會這個學習的大本營 等於是這個重症 裡面強調都是這種科學化量化科學的訓練 所以你很容易就被人家 像他書中所形容被標為是記者派 你在說故事 所以你必須要有一個觀察整體的現象 從個案之中 你要能夠找出他的脈絡來 所以他當初從芝加哥跑到紐約來的時候 也是紐約這個大城市對他來講 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 完全陌生 所以他就要去研究紐約的地下經濟 結果地下經濟 所以在書中你可以看到就照您講的 他其實就兩件事情 就是毒品幫派加上這個信 就是這個裡面的信交易了 他進去以後 這麼一個陌生的環境裡面 他就發現跟他以前受到訓練不一樣 芝加哥學派裡面 當初尤其是在那個城市強調說 你居民的生活跟社區之間關係非常緊密的 所以你要觀察這個社區 觀察這裡底層人民 你是要跟他社區連在一起 可是他來談這本書說 我看他提出一個新的觀點 你要不要談一談 他從頭到尾一直在強調就是 他要這個滲透邊界 要跨越邊界 要浮動 要不斷的漂浮 要不斷的移動 像紐約這個城市 大家對他的印象 應該多少都具有一點點基本的印象 全世界沒有哪一個地方的人種 可以混雜的那麼的豐富 那麼的複雜 那麼的多樣 那我想這個作者 特地從芝加哥那樣子 一個所謂的邊界或是區域壁壘分明的地方 來到紐約這樣一個非常大蘋果 一個光怪陸裡的城市 對他來說我想那個吸引力是非常大的 因為他看到的東西已經是完全不同的 那這本書的書名叫Floating City Floating浮游或者是浮動漂浮這個概念 是一個整本書非常重要的觀念 因為他要浮游在各個不同的層次裡邊 各個不同的區域 各個不同的人種 各個不同的工作 唯有透過這樣子打破他原來的疆界 他才能看到他真正想看到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也是貫穿整本書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核心的精神 是 所以紐約就是您講大蘋果 那他也是我們看那個電影裡面 這個蝙蝠俠裡面講的歌壇式 然後他人口大概有800萬 所以你想想看 這個移民照您講的 他非常各種種族族裔的 來自外界的移民 都聚集在這個城市裡面 大概照他的講法只有20%到30% 通通都是外來移民 那這裡面還一個社會現象就是他講的 在紐約這幾年 因為從Guliani開始掃黃 治安變好了 少當犯罪了 不只是黃 然後金融業興起 然後整個觀光業也變得很順 就因為犯罪少了 所以大量的白人開始遷徙回到了 尤其是曼哈頓區 它五個行政區之中間的 白人最多的就是曼哈頓區 所以它就變成了一個很反常的現象 就是以前我們印象的都是 白人都是住在郊區 城市裡面就是黑人跟底層的 但紐約現在就開始打破了 他說這是一個全球化的一個現象 是 他裡面書裡面就提到了 他就跟當初這個介紹 芝加哥的幫派分子介紹他的表弟在這邊 其實是個毒販 對 因為這個毒販為什麼也帶來的大量的 這一種所謂的紐約變化的一部分 是因為他們賣的那個當初那種比較便宜 跟比這個Cocaine便宜的 骨科鹼便宜的 叫Crack Crack就是快客 那個市場崩潰了 所以他必須改行 他必須改行 所以這個裡面的主角叫夏恩 我們等一下我們可以一起來談談 這中間幾個人 因為他整個整本書是貫穿在這幾個人物裡面 其中夏恩就是一個主要的 你要不要談一談夏恩的角色 他是一個我會用成語來講 叫力爭上游的毒販 因為他過去的那個市場慢慢萎縮 他的毒品市場慢慢萎縮 他發現真正的客人 其實來自於所謂的上流社會的白人 那上流社會的白人 這個形象在地下紐約這本書裡頭 其實略為的帶有一點點負面的感覺 因為是作者本身自己的觀察角度 因為作者本身是一個印度裔的美國人 那有些東西你是膚色 比方說或者是你的這張臉孔 你是天生退不掉的 就像有一些美國華人 他就算在美國出生長大 可是遇到一些新認識的人時候 他也會問說你 會被問說你從哪裡來 那我想這是一個所謂非白人 或者是其他的有色人種 目前在美國特別會遇到的問題 甚至長久以來的問題 那沙恩這個角色 因為他本身也並不是那麼的白 因為他有點像是南美裔的 波多利格裔這樣的一個人種 雖然書裡頭沒有特別的講 講得那麼的清楚 可是我們從他跟作者 蘇迪耶互動的那個過程當中 其實他更把自己 跟這個作者兩邊的形象 或者說他代表的人種 他代表的一個範圍 更歸納到同一邊去 所以沙恩其實在裡面 書裡形容他這個人物 其實整個整本書 拍成電影一定很精彩 好像小說中的人物 但是他又是千真萬確 都是實際活生生的角色 因為他不當是在這個作者 是因為是教授 哥倫比亞教授 他把他裡面都用假名 這也是他們學術的要求 沙恩其實非常高大 這個英俊走到哪裡是引人注目 他以前在賣快客的時候 就是賣這個 比較便宜這個毒品的時候 他是不必走上低線 他下面是一大堆小弟 可是他到紐約來以後 發現這個市場變了 現在必須要賣給白人的上流社會 他就必須打入酒吧 他就把他的小弟都解散 而且很無情的 這個你看蘇聯的描寫 所以他那邊強調 史蒂爾就是這個蘇西耶 他的角色就是社會學者 其實他受到的訓練裡面 其實他是要保持客觀的 不要攝入 他做一個靜靜的人類學家也好 社會學者好 他是在旁邊旁觀的 他了解自己的角色在哪裡 所以他就去觀察 像夏恩這樣的一個人 面對這樣一個時代的變化 全球化的變化 他必須改變 所以他書裡面提到 夏恩跟他講過 不改變就是死 死路一條 所以他改變 所以夏恩開始就必須走上低線 他就必須自己親自去跟那些酒保 而且都是白人 要打交道 讓酒保再幫他 等於是在中間做證件 牽線賣毒品 所以這個膚色跟英文 照他講是在紐約這個城市裡面 等於要想成功的話 必要的條件 因為他們的阻礙最多 最大的阻礙 對於這些少數底層的有色人種 是最大的阻礙 你要不要談談作者本人 作者本人這個書 從頭到尾 我看他自己有很多自我的覺醒 也有一些自我的矛盾在 他對自己角色的定位 他在做所謂的研究工作 你要不要談一談他給自己的定位 我覺得這一本書 我在編輯過程當中 因為我們編輯在工作的時候 很容易會進入到 書寫者本身的心理狀態 我覺得他有一點點矛盾 矛盾是一方面 他有意識到自己 要保持一個中立的觀察者的身份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當他進入了這個 所謂的底層的時候 他的人性那個部分 多少會讓作者自己 跟他所接觸的那些人 產生一種同理心 那這個同理心 就會造成一些 所謂的問題 因為你觀察 已經不是那麼的客觀了 那有趣的是 這本書之所以吸引人 就是作者會在 這兩種心情之間擺盪 你可以看到他 身為一個學者的 嚴肅性 可是也可以看到他 身為一個凡人的時候 面對這種 意識到自己的角色 已經不太那麼客觀的 那一種掙扎 那我覺得 這就是他之所以 這麼動人的地方 是 他自己的膚色 也是其中一個阻碍 所以他其實 他過去的經驗 他在芝加哥大學的時候 他是跟底層這些 這個打成一片 所以很想了解 這個白人上流社會的情形 所以他一到這邊的時候 我們等一下談另外一個人物 就是中間幫他引進 這個白人上流社會的 叫Analisa 他的角色 所以他在裡面 就是他試著要打 進入白人社會的時候 就發現他每次都 有一層隔閡在這裡 他去幾次參加白人的party 覺得自己好像這個 壁橱上的雕像 對 然後這個人家跟他聊一聊 你是這個人比較大學教授 聊完三句就沒有聲音 而且常常把他當成幫庸 就是waiter 或什麼 要酒來喝 因為他們從小到大的生活 在這些上流白人裡面 他們接觸到有些人 都是在做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服務生的工作 對的確是 所以他自己有很大的衝擊 所以他對這些 就像您講的 他對於這個底層的人 他的這種能夠融入 跟他本身的這個背景 有一些關係 所以他自己後來反省 也覺得就是說 我是不是也是 在某一個另外一個程度上 是有自己的需求跟偏頗 因為白人是表現優越感 我是不是因為跟這些人相處 這些人也對我的特別熱情推崇 我是不是也一種優越感 所以他這書裡面 其實就像你講 他非常人性化 對 是 我們休息一下 廣告回來 我們繼續談 書中還有幾個重要的人物 其中一個就是剛剛提到的 白人上流社會的 Analisa 歡迎回到周末電金樹 我們今天訪問的是 八旗文化主編林家任先生 林兄我們剛剛談到了 書中幾個有趣的人物 關鍵人物當然 除了這個書的作者 蘇西耶以外 再來就是作為一個毒販 夏恩 其次還有一個很有趣的人物 就是我們剛剛講Analisa 是 你要不要談談這個人的角色 為什麼她在這本書裡面 是一個關鍵角色之一 好 我想我們大家都看過一些 好萊塢電影 那麼他們對於所謂的 上流社會的白種女性 都有一個固定的形象 高挑 聲細 金髮 然後五官細緻 然後眼神當中多少 都帶了一點點高傲感 然後或者是有一種 不自覺流露出來的優越意識 好這些形象完全跟書裡頭的 這一個 Analisa的角色 百分之百的符合 可是她跟作者這兩個 原本看似完全不同層 階層的人 他們是怎麼認識的呢 是因為作者在 大學校園的時候 有一次參加一個品酒會 因為她完全沒有所謂的 品酒的嘗試 對 就在現場出球 那跳出來解救她的就是 我們剛提到這個Analisa 她吃這個海鮮還安排紅酒 紅酒等等地雷 所以她的角色基本上 這個是她等於是她白人 上流社會接觸的一個領路人 對 就像您講的 白人的女人 她裡面形容 就這本書裡面 其實我們因為留學兩次 也很能體會她所講 就是她們有一種所謂的 嫌疑跟優越的這一種自信 對 那自信來自於哪種呢 不是所有的白種女人 要有錢的白種女人 的確是關鍵字 就是富裕加嫌疑 她就培養出一種 好像一種冷漠的自信 她在書裡面形容 她常碰到這一種 然後這種冷漠的自信 就是你問她問題 她不回答你 她拒絕回答 這代表她另外一種 這種所謂優越感跟勝利 對 可這個女生結果做的是 勞保的工作 就是在牽引 替人家安排高級映照女郎 泛遊 而且她手下也都是跟她 這些都是一些 為了要賺錢 我看那書裡面寫 她只要一個禮拜工作兩三天 她的收入就10萬美元 年收入 確實 然後裡面有一些 跟她有同樣背景的人 其中一個角色叫布蘭尼 還有她的爸爸的男朋友 這個叫金龜子 JB 金龜子也是一樣 都是有這一種 他們跟底層社會最大不同 裡面她的書裡面描寫 就是這些人其實都需要得到肯定 他們會跳這個行業 其實是他們沒有辦法放棄 他們富裕的生活 那他又不願意靠爸爸媽媽 所以他們都希望人家肯定 他的成功是靠自己 他們有一種英雄式的這種夢想在 就是你看 所以他不在乎人家對他的看法 他覺得我為了要成功 我做什麼 這是我自己的事情 就是他那種所謂優越感在裡面 他不像底層的人 底層的人其實他們根本不在乎 是不是自己努力得來 其實他們是你幫我幫你 大家都是一個貧窮社區裡面出來的時候 都是你 我總有需要你幫忙的時候 你有需要我幫忙的時候 跟他們這種完全不一樣 所以這種白種人的優越感裡面 就是我看書裡面有一段寫的很有趣 就是說他們常常認為喝的酒越貴 就越能夠自我更新這一種 然後又會嘔吐 在路邊人行道嘔吐 然後好像喝的酒很貴 吐出來這種骯髒行為 就變得比較昇華 比較高尚一點 這個形容 那形容最動人的一句是說 他們都有這種古羅馬人的這一種 所謂的救贖 還自我罪惡的一種 這種心態在 古羅馬人不是後來也很淫亂嗎 所以我覺得這裡面就牽涉到您剛剛提的說 作者本身就是有一點這個主觀的這一種 對白人社會裡面的一種排斥 我想您是不是再談談另外一個人 就是他下面的叫做馬哥的這一個角色 在書中的 馬哥是在書裡頭她是一個36歲的紅髮女子 我們知道說 女生如果你一定經歷過一定的社會歷戀之後 你會產生一種非常獨特的氣質 如果你看透人生呢 你反而會產生一種溫暖的力量 馬哥這個角色就是非常具有這樣的特質 我想這個作者蘇迪也本身是從馬哥身上得到一點 在整個調查工作當中的一個安慰 因為馬哥這個角色他本身也是一個勞保 是一個非常資深的勞保 原先他也是一個性工作的從業者 可是也面臨到你需要轉型嘛 所以馬哥就讓自己蛻變到 成為一個更高階的所謂性工作者的仲介 那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角色 因為書裡頭的每個角色或多或少都可以象徵到一些所謂的原型 比方說還有另外一個性工作者叫安琪拉 本身這個名字就帶有一點點象徵天使的味道在 雖然他是一個比較底層的南美秋藝的性工作者 可是他的個人的個性非常的善良 而且溫暖 那我想作者安排了 雖然這幾個角色都是看起來像是虛構的 但確實都是他在調查過程當中真正遇到的 我想他安排這幾個角色多少都有他的一點味道在 馬哥也是真本屬於的非常有趣而且關鍵的一個人物 對 因為他其實書的裡面一個組織講說 其實像這麼不同社會階級的人 其實都靠一條隱形的信 互相穿透起來 信就把他們通通聯合起來 馬哥的角色真很有趣 他其實是一個原來是個業務員 就是平常家庭主婦 結果先生發生外遇以後 他當然就跟先生離婚 然後就家裡父母也吵架 他就沒有住的地方 他為了要找一個住的地方 就想到他公司有一個同事 舊室以前對他都涉咪咪的 很想跟他相好的 他就去他那裡睡了一覺 然後找到一個住的地方 他就跨出了這個界線 他就跨出了這個界線 然後他就發現自己 他是反省的 經過什麼到樹林裡面走路 就想想 他想我有一個本事 就是有辦法讓男人掏出鈔票來 所以他為了要屈辱 他先生就開始跟他前夫的同事 開始有性行為 然後就賺錢 可是他有一個很厲害的一個特質 就是他非常包容 他就有一種所謂認知危險的參數在 所以好像衝突要發生了 他就可以去化解 這種就是一種成功的特質之一 把事情喬好 把事情喬好 所以結果喬一喬安慰人 結果我們這個作者本身 因為遭受離婚的困擾 這時候 他自己也自覺到 突然就變成他好像手下 您剛形容的小貓一樣 常常要被他安撫 然後向他傾土心事 他有這種自覺 但他都沒有辦法抵抗 你看他講到說做這個行業 都要有一些特質 其實他講一個特質叫做文化資本 對 你要不要談談這個 我覺得文化資本 在這本書裡頭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概念 怎麼說呢 是馬哥提出來的 對是馬哥提出來的 他怎麼說呢 他說他底下的小姐 原先接下的這一段 會比較限制極一點 他說底下的小姐 你是有色人種 你過去都接的是有色人種 可是你一旦要跨越所謂的層次 你進到另外一個領域的時候 你要接的是所謂 比較富裕的白人 男性客人 你不是只能幫他們做幸福物而已 你是需要有一點 可以跟他們互相對談的本事的 那這個東西就叫文化資本 你可能要懂一點點酒 你可能要知道一點運動的東西 你可能要懂一點點車 你才有辦法 要懂格局 對 你還有芭蕾這些都要懂 這就是書裡頭提到的文化資本 他說甚至你連性行為的姿勢 都要有一點白人味道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觀念 就是說 他提倡的是所謂跨界 或是你要漂浮到另外一個層次跟領域去 可是不見得你具有對應的文化資本 就像有人要脫貧 過去我們都認為就是要讀書 讀書也是具備一種文化資本的方法 那書裡頭有特別提到文化資本這件事情 是值得我們在閱讀的過程當中去思考的 好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我們繼續再談談馬哥 這位有趣的人物 歡迎回到周末鏈金術 我是金普聰 我們今天談的這本書叫地下紐約 紐約是一個名人的城市 我認識的十個九個女生 通通講說他們喜歡紐約 因為是一個五光十色 充滿了城市魅力的這種一個地方 所以一去再去的女生非常多 包括在下的夫人 都是熱愛紐約的人士之一 這本書裡面提到地下紐約 其實地下紐約 最主要是在講它的地下經濟 觀察這個底層 可是他說現在紐約 其實這個城市裡面 已經是打破了所謂的區域 地底上的區域 他形容紐約像是一座一座的花園 彼此交織而成 所以說像這個毒販也好 像這些姓工作也好 他們都是在穿越這一些邊界 所以他整個城市把它連在一起的 剛剛講的 是一條隱形的線是姓 所以我們剛剛談到馬哥 馬哥其實他是很聰明的 他就發現了白人男人 突然開始就對這種年輕貌美 身材突出的這種有色人種女性 非常有興趣 所以他有了市場 所以他手下的女生 必須是各色人種都有 可是馬哥到後面是退場成功的一個人 你要不要談談他 多談一些他的特點 馬哥是書裡頭我個人非常喜歡的一個角色 所以他在後半段才出現 我覺得他有點像是收束的整個故事 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人物 那他為什麼選擇要退場呢 因為他多少看到自己在這個地方的局限 那我覺得這也是所謂地下經濟 勢必會面臨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轉型到最後 你還是得離開 你想繼續待下去的這個地方 不管你願不願意 那我覺得馬哥多少 也象征了這樣子的一個形象 他用一個 相對於書裡頭另外一個角色 卡拉 他也是一個性工作者 年輕的性工作者 他的命運就比較悲慘一點 那我想馬哥這個角色多少 是作為這些代表更大多數的一些 底層工作者的一個對照 一個比較昇華的形象 所以馬哥他有個外號叫馬哥夫人 這聽起來就是老保 他懂得如何去說服別人 所以說話的能力其實是在書裡面提到 是跨業界限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這個才能 你要有具這個才能才有成功 那他提到這跨區工作的能力 就剛才講的各種包括文化資本這些 是成功的必要條件 他說在這個地下經濟裡面 你要跨越去做成功的人物的時候 你必須要一路都要冒險 那你還要很頑強的抵抗 他們已經被好像人家認定的這種 所謂的沒有辦法打破這個社會階層的這種 預言 其實他們只是照他講法同情他 他只是想要多擁有一點 那所以他說你不能夠只在自己熟悉的朋友 或是你熟悉敵人的社區裡面 你一定要前進跨越去去 那些成功的規範和準則其實都是未知的 而且你去的話你要心理準備一定將來有挫敗 所以書中這些人物其實你看到 其實他們也有悲慘的一面 這些妓女常常被打 被打對他們來講是一個好像是相對的條件 他們都有心理準備的知道 只是運氣不好的時候被打對不對 那我看這些老寶有時候去為了救他旗下的女生 也被打 馬哥就是被打的蠻慘的還住院 那Angelina好像也被打了 一樣都被打過 所以他後來退場了 那這裡面還有一個人物 馬丁 你要不要談一談這個馬丁這個人 高收入的白人男性 但是他的還是有生理需求 信號余色 是 那我覺得這個角色多少帶有一點點作者 對於白人男性的一點點嫉妒 跟批判的味道 而且排斥 好你看他那個男的其實對他是很有善 對 但是我覺得作者心裡頭 並有一點嫉妒 又有一點厭惡這個人 對 因為某種程度這個人 象徵了他永遠得不到的一個形象 他天生就沒有辦法得到那個形象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角色 馬丁 馬丁這個喜歡嫖妓嘛 好然後他又不願意離開他的婚姻 所以他替這個所有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這種講法 做了一個很好例證 然後他還有幾句名言 我覺得這個這個大概加了很多男人也會引用 就是說我們都是被女人傷害過的女人 男人 然後我們為了保有家庭 所以嫖妓是一個保護自我的這個最好的方式 你看你看這個理由還可以編得好像有頭有臉的樣子 自緣其說 好那我們再談一談 其實裡面有一個人物 就是剛剛你講的這個 我們講的卡拉 卡拉是個悲劇人物 非常 他最後 其實他裡面其實是有色人種 他是拉丁後裔裡面 是非常出色的一個 講就是說所謂的伴遊女郎 可是他最後是以自殺收藏的 那是因為工作上遇到了你很難 避免的所謂的暴力問題 還有自己本身原生家庭 或者是他的文化背景 甚至他的種族 帶給他的永遠擺脫不掉的壓力 他跳不出來 就是他們講說 魚跳不出魚缸 這個問題 就像說如果你真的成功越界了 你進到一個你想達到的那個層次 可是有些東西還是永遠擺脫不掉的 就像你永遠不知道旁人是怎麼看待 你的原生背景 那我想卡拉就是一個非常好的 而且悲慘的例子 好我們休息一下 回來我們談一談最後這個作者 對這本書所提的一個總結 歡迎回到周末鏈金樹 我們今天請到的是林家任先生 八球文化主編跟我們談漂浮城市 第一下紐約這本書 紐約是大蘋果 大家嚮往的這個不葉城 紐約他在這本書裡面被形容成是有自己的這個社會學 因為這個作者是個社會學家 他說這個你要了解紐約 你一定不能用這種社區街坊的觀念來看 因為他已經是這個城市裡面的人是不停的浮動 已經形成一個裡面的人 他是跨越城市地理區域的 建立自己的這個社會這個連結 也就是自己的人際關係了 所以你講到他一個人的社群 其實就是他自己人際關係的總和 那紐約的地下經濟是可以說是形容 經濟的這種所謂跨越邊界的這種形容 最好來就用紐約來做例子 大家都知道紐約其實是世界三大貿易中心之一 就是倫敦紐約跟香港 這種地下經濟他形容就是像一個大都會的這個樂章裡面 他的旋律裡面的一種新的聲音 他講說你不要小看 這種地下經濟會越來越蓬勃 因為他地下移民也多 但是他對整個他自己這本書裡面 他擔任這種觀察者的角色 做一個社會學家也好 人類學家也好 他給自己一些定位 你要不要談一談他給自己 在這本書最後下了一些總結定位 觀察者但是他也是一個摄入者 我覺得整本書也是呼應到他原來的書名 他也是自己在這兩個領域裡頭跨界跟越界 隨著觀察或者是摄入的層次或者是程度不一樣 他多少會對自己產生一種反省 或者說他接觸的那些人 他看到的那些還有他自己本身的身份 對於所謂的白種人的社會 上流的社會跟底層的那個他相處的那些人 他有點像是中間的那個橋樑橫跨兩界 所以他看到了兩個不同的世界 兩個不同的社會的結構 那這個也正是一個紐約這個城市 或者說這整個故事的舞台 之所以吸引人的地方 所以我會對這個作者 在這本書裡頭扮演的角色下降的定義 既是觀察者也是一個摄入者 所以他這裡面強調的說 紐約是非常獨特的 unique 唯一無二的 他說他這個城市的變化其實是一種 所謂慢慢很穩定的 譬如他用芝加科的這個都市更新 很像我們這邊就是推土機放進去 就給你推掉 重新建立一個社區 他說不是 紐約是這樣的公寓自己老舊 自己慢慢壞掉以後 然後財產全交易之後 他再開始做這個更新 所以他是一個 為什麼會一個這個新舊夾雜 就是各種族裔可以混合在一起 當然了 曼哈頓是比較白人集中的 但是你像 像Blancs 或是這個 Queens 這些區域裡面 其實這個城市其實景觀你可以看出來 它是一個 老舊社區 新社區 這個混雜的一個城 跟台北市有一點像 其實台北從這個角度來看 其實我們這個城市 其實也有很精彩的地方 只是我從來沒有寫過台北市的地下經濟 買其他有人可以來寫關於台北的地下經濟 對 台北地下經濟其實絕對不會 在比例上不會属於紐約的 絕對不會 因為我們這邊做生意都有它的一套的 當然 華人特色 華人特色 所以這個書裡面叫蘇西耶 他到處去演講的時候 我覺得他每次開場白 大家給他介紹的時候 他都用很風趣的方式來回答 所以他對自己的定位 他覺得他是一個 像您剛剛講的觀察者 他覺得他自己 有時候是不是 其實不自覺的 有自己的偏見在 他覺得他需要了解 認同自己的位置在 他說馬哥給他形容說 你永遠是站在外面看 你永遠是想用一個大框框 把我們這些人通通框在裡面 其實你不知道 你自己已經是被框在裡面了 對 所以他有這種自覺 其實就是很不簡單的 就是說做一個社會學家裡面 他是很具有自己特色 可是我看了一下資料 他2016年的時候 他就離開了哥倫比亞大學 他已經是專任教授了 你想想看他這個已經是有tenue 他就跑到Google去了 那想必Google的待遇也不錯了 一定一定 但是我們還是蠻欽佩他的 因為從他這個蘋果橘子經濟學 這一路 談芝加哥的黑幫 他還寫一本書 做一個黑幫老大的一天 這個也是非常的有趣 非常有名的這本書 我們有機會 將來可以來 也許找這本書來談一談 那不管怎麼樣 今天非常謝謝 這個林佳人先生 來到我們節目 謝謝你 分享這本書他的心得 謝謝 謝謝